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烤焙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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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 嗨 線上的粉絲們有大家平安 大家好 不知道剛剛有沒有看到我們可愛的小朋友 跟我們直播主的姊姊相約 明天還要再來烙鏡喔 童年有這樣的機會可以跟著司馬祖來烙鏡 真的是一群很有福報的孩子 因為他們的參與已經為自己的將來種下一顆蛋的果實 等待開花結果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們上一篇粉絲專業報的呢 今年小編在路上也有發現 有很多的家長帶著小朋友一起來開禮烙鏡 那小編在訪談之中問他們 你們覺得這樣帶著小朋友來烙鏡辛苦嗎 那小編印象很深刻的是 其中一個媽媽說當然覺得很辛苦 但是她用了身體力行的身教研教去教導小朋友 做人處事的態度 比如說呢 她在路上看到垃圾 她會請小朋友去動手把它撿起來 她覺得這對於萊拉來講 這是另外一種層面的教育 是身體力行的教育 身教的部分 所以在路上小編看到了非常多的小朋友 那也八天的相處下來 一直在路上都會遇到他們 他們看到我們也會主動的跟我們打招呼 然後露出非常天真可愛的笑容 所以你說 烙鏡真的是一個老少協議都可以參加的活動 那在走在路上的途中 你們有深思熟慮的想過 為什麼究竟自己要來參加 來做這一個 來圖步落鏡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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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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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